眼镜王蛇相信再看了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眼镜王蛇咬伤案例 在正式开始前我要说一下 这种视频不太硬 但是费力不讨的类型 还请大家多三连支持一下 好,我们马上开始 2013年2月4号下午2点40分 年仅30岁的大壮被一条重打9斤的眼镜王蛇咬伤 大壮是一名养殖人以前也曾被毒死咬过 都是用自家的中草药治好的 这次他依旧自行处理用中草药外敷 但症状没有好转 一个小时候开始头晕眼花 胸闷难受 便前往中医院治疗 下午4点25分 大壮入院后 医生对其进行紧急抢救 注射了抗淫环死血清 但仍然在5点20分自主呼吸停止 医生立即给他气管插管 接呼吸剂狗命 随着病情的发展 大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肝肾功能损伤 直到2月10号 大壮才恢复自主呼吸 期间他自主呼吸停止了122小时 最后于2月12号才好转出院 可以看到眼镜王蛇的毒液发作速度非常快 大壮从被咬到自主呼吸停止 仅仅只过了2小时40分钟 而且中间还救治过注射了银环蛇血清 大壮自己也处理过 可见这对眼镜王蛇的排毒量肯定不低 这也印证了之前银环蛇那期我们讲过的 当神经毒毒蛇排出大剂量毒液时 哪怕用了抗毒血清依然会呼吸停止 更不要说那些蛇药之类的了 那为什么眼镜王蛇的毒液发作这么快呢 因为其毒液中还有大量的突出后神经毒 突出后神经毒有两个特点 第一发作速度快 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小 更容易吸收扩散 第二毒性强 虽然它不是蛇界最强的神经毒 但薄底也能有一个不错的水平 所以眼镜蛇科的很多毒蛇都有突出后神经毒 比如眼镜蛇 海蛇 泰潘蛇等 而眼镜王蛇的突出神经毒 属于这类神经毒中毒性比较一般的 但它与人类受体的亲和力非常高 比大多数眼镜蛇都要厉害 再加上巨大的毒液产量 这蛇的眼镜王蛇的致命率和致死速度 都是top级水平 不是一般毒蛇能碰尺的 在国内眼镜王蛇的致命率更是所向无敌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哪怕是国服第二的银环蛇致命率 也只有眼镜王蛇的一半左右 而致死速度这一块除了银环蛇差距不算太大 其他的所有毒蛇都被吊打 所以被眼镜王蛇咬后必须争分多秒抓紧时间就已 目前临床上是用银环蛇加眼镜蛇血清来救治眼镜王蛇咬伤的 但这里为什么只用了银环蛇血清呢 因为2012年眼镜蛇血清停产了 过了几年才恢复的 所以那段时间一期医院根本没有眼镜是约情 有的也要过期了 好了 你还想看哪些毒蛇的咬伤案 你可以弹幕评论留言哦 关注我学习更多小知识